師傅帶著工具上門裝冷氣 時間才下午1點鐘 已經是他今天的第四單 安裝時間只有兩個小時 因為三點一到 就得趕去找下一位客人 每一個案子來算的話 一天大概要跑個七八個案子左右 我們現在的行程 其實到六月中都已經有約了這樣子 夏天到了冷氣師傅的訂單 天天爆滿 一天工時長達13小時 夏天是屬於冷氣的旺季 通常都是起碼都是七點過後 最晚大概九點十點左右 那還是要看客人這方面 不只如此加上缺工問題 有些客人甚至得等上一個月 因為安裝冷氣通常三名人力 除了兩個師傅還有一名學徒 但培養冷氣師傅的時間很漫長 當學徒到可以自己獨當一面 其實花了蠻長的時間 將近快要十年 只會做安裝的話 我想一個月四五萬應該不成問題 一般冷氣師傅 月薪大約落在四到五萬元 資深一點的高一些五萬元起跳 學徒則是按照政府規定的 基本工資來計算 不過今年除了缺工 原物料成本也不斷上漲 工錢也就跟著漲了一成 如果是安裝分離式冷氣 施工費約一萬元 創新冷氣比較便宜 但也要三到五千元 炎炎夏日冷氣的安裝訂單 總是接不完 三立新聞 林威英文家瑜 新北